这是号称世界上能持续最久的泡泡 持续了465天 那吹泡泡呢相信大家都玩过 以我吹出来的泡泡呢最多也就能持续个一分多钟 那为啥别人吹出来的泡泡就能持续465天呢 这里呢咱们就得先来了解一下 这吹出来的泡泡为啥过一会儿它自己就爆了 目前科学家猜测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再重力地做一下泡泡上面这些水分液体就会往下流动 然后上面的液体就越来越少 这个泡泡那层膜呢就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最后呢就破了 第二个呢就是这些液体啊 它们也会慢慢地蒸发 让这个泡泡膜上的水分越来越少 让它越来越薄 所以想让咱们吹出来的泡泡持久 就得解决这两个问题 于是呢科学家就给这个水里面加了一些甘油 这甘油呢它有一个化学特点 就是抢击很多 那一个甘油分子有三个抢击 这就使得它和水的亲和力特别的强 那我们知道一个水分子啊 它也就只有一个抢击 两个不同的水滴 它们靠在一起的时候都会彼此吸引在一起 就更别提像甘油这样有三个抢击的东西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甘油被用在食物里面 当做一个保湿剂 就是因为它吸水能力很强 强到可以直接把空气当中的水分 给直接吸过来 那它吸过来的这些水分呢 就可以补充泡泡本身蒸发掉的那些水分 这水分的问题解决了 剩下的呢就是要解决重力的问题 你怎么样阻止它那个上面的液体往下流动 那想让泡泡上面的液体一直持续在上面呢 不流下来 就相当于让一个人他一直在天上不掉下来是一样的 关于后者呢 我们的办法就是修高楼大厦 对吧 就可以让这个人在天上一直处于那个高度不掉下来 所以科学家的想法就是给泡泡修一个高楼大厦 那修这个高楼大厦的材料呢 就是一种塑料微球 这个操作呢也很简单 就是把这种塑料微球往水和干油的混合物里面一倒 然后拿个注射器在那个水下面吹个泡泡起来 最后呢把这个吹起来的泡泡 在这个塑料微球里面滚一圈 让它尽可能的被这种塑料微球完全给包裹住 如此一来呢 一个能持续465天的泡泡就诞生了 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觉得 这吹个泡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吧 这些科学家一天天怎么不把精力用在研究一些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上 这里我想说很多事情 咱们看上去它好像也没有意义 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理解不了它的意义 就比如这个泡泡 它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独一无二的意义 要让我们人类到目前为止尝试了很多次 想去制造一个完美的球体 那这个项目呢还给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阿富加德罗 它年这个项目云集了世界上各个国家最顶尖的科学家 耗时几年 最后打造出来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准完美球体 它距离真正完美球体的误差还有40个原子尺度 这一度让科学家觉得咱们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完美球体 这转念一想 这个泡泡它不就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球体吗 关于完美球体这个事情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它也没啥意义 但这个事情呢在科学家眼里那就是一个信仰问题 就跟你信不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神是一样的 很多科学家他就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完美的这个球体 或者说完美的原型 他们认为这种东西呢只可能出现在数学这样的理想环境当中 在现实生活中呢是不可能会出现的 那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完美的球或者说完美的原型的话 那么它刚好跟一条直线相交 或者说跟一个平面相交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相切的时候 那这个交点呢将会是一个面积为零的点 你可以设想一下我们现实当中如何观察到一个面积为零的点 既然它的面积为零了 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它了 那它到底是相交了还是没有相交呢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的什么物理啊数学啊 我们目前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啊 它可能都不太适用了 这里呢就是所谓的起点 那这个起点简单来理解呢 就是突然从无到有的那个点 然后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在研究这个泡泡的时候就发现 泡泡它貌似可以很完美地模拟出这个起点附近的变化 与此同时法国兰斯大学的一位教授 正在和朋友们品鉴手中的香槟 但是他们的品鉴方式有点特别啊 他们要比拼谁杯中的气泡更好看 那有人呢喜欢这种满天繁星式的 有人呢喜欢这种火山喷发式的 有的人呢则喜欢那种平淡如水式的 这个时候呢是教授就在想 这气泡能不能按照我的意愿来生成样式的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一注晴天式的 就能生成一个这种样式的气泡 那以后在宴会上自己不就是最亮的那个仔了吗 然后他就回去天天架个高速摄像机 对那个香槟潜心研究啊 所以还真让他发现了一些东西 就一般我们可能觉得这个香槟当中的气泡 它应该是随机产生的 就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从哪就冒出来了这个气泡 但试试情况是 气泡只会在突变的位置产生 这个呢其实就很起点了 比如说杯子当中有一些微尘 或者说杯子里面在制造的过程中 留下的一些细小的划痕 都会是气泡产生的源头 所以想要得到一注晴天式的气泡 只需要让这个杯子里面 完全没有那种细微的回尘杂物 然后让这个杯子除了底部正中间有划痕 其他部位没有一点划痕的划痕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一注晴天式的香槟 那以上讲的泡泡呢 貌似也没啥实际用途 别急 下面呢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泡泡的黑科技 那这位大兄弟呢正在开着水管 冲这个号称不掉色的口红 冲了半天我们可以发现啊 这个口红的质量是真的好 一点也不掉色 然后大兄弟就开始给这个水里面制造微型泡泡 立马这口红就不再坚挺了 如果这时候我们去观察水中的这些泡泡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泡泡一个二个表面呢 都变得跟那个锯齿一样 这就是泡泡在超声波加持下的状态 那每个泡泡呢都变得跟一个小刷子一样 这点呢就被我们用在了超声波清洗技术里面 那还有的科学家呢在制造泡泡的时候 会让他们携带一些微小的铁颗粒 如此一来这些泡泡就可以被磁场引导 医生就可以把药物注入泡泡里面 通过磁场让泡泡移动到指定的位置 再用超声波将其引爆 实现精准给药 就最大程度的避免了药物带给身体 其他部位的这种副作用 物理大佬凯尔文曾说过 如果你吹一个肥皂泡 你会发现你可能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它 然后呢 你会从中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物理定律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这些泡泡还能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能开启人类文明新的篇章 因为每一个泡泡呢 都可能蕴含着改变世界的可能性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